回到第二節 宿閣時報 剛才說粉絲那一件事 剛才你說我那一邊 我是發過很多不美咒粉絲的粉絲 很多老聖寵 哈哈哈哈 即是 老聖寵 哦 都知道被人虐待 我看到的就是 簡單來說 剛剛這個禮拜 跟Fantasy在那裡聊 喂 WrestleMania 有些粉絲問我去不去 之前有人問我有免費票 你來不來 我那時候的機會考慮一下 現在我真的不會去 你去飛達利也要出機票錢嗎 是啊 我免費票 不是不是 機票錢我都不用 因為機票我現在積分那裏 我說了很多次了 我現在信用卡積分那裏可以換到免費的機票 酒店 時間呢 是的 酒店 時間 請假這些都是錢 我沒有理由 即是要花錢 來到去看一場 大佬 喏 Shane McMahon 打AJ style OK 跟著還有哪些 其實這場我最頂不到的 Golbert對Lesler這個 我不會預算是有什麼精彩的 OK 你看兩個巨人 OK 我不知道你這次困了幾分鐘 OK 你上次困了兩分鐘也不夠 這次我不知道你會不會五分鐘 但是這對我來說 OK 我不覺得是有什麼精彩的 在我的角度來說 OK 我是希望看新日本那裏 你不好意思 OK 我把一切放在新日本那裏 OK 我不覺得這些是有什麼重要的 然後你還有什麼Nickey Bella和John Cena 打The Mist和她兩夫妻 OK 我 我 I don't give a fuck 這一場 然後你中間的 OK 譬如你 Kevin Owen 打Jericho Ray Wyatt 打Randy Orton 這些都OK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這兩條Feel 對我來說 OK 都是Big MASH 但是不是Epic那一隻 就不值得 不值得花錢 特意坐飛機去 又請假去看那些 我現在看 帶你整個Wrestlemania 那個卡 OK 你除了是Goldberg和Lessler 是一場叫做 是人本身Epic 但是這場MASH本身的Quality 我沒有信心可以給我 OK 變相我真的 我為什麼要 特別花錢來 去長途拔舌 飛去佛羅里達州 去看這場 所謂的Wrestlemania 有些人說 喂 你這樣不是很浪費嗎 我心想 你為什麼要強行來 去逼我 我自己不喜歡 現在我是不喜歡WW的 OK 就是 就是 大哥 就是 你看出 你粉絲 你是應該支持 你喜歡的團隊 OK 如果你去的 OK 我不在乎 如果你去的 是好 你喜歡看的 OK 但你不要強迫 一些不喜歡看的人 來強迫 接受你 覺得好的 另外 這個星期看完 我 我 對 現在 很多 北美洲的粉絲 是 我不敢說 我 對他們 沒有什麼 我 對 都想說 我們經常在招來招去 應該要看 不應該要看 其實是我們 因為 那些粉絲 就是 喜歡看這些 ,哈哈 是 即 你 以前 都差不多 我 也想說 就是 即 你 去 brought 看見這個Bronn Strowman 說我Bronn Strowman 跟著同一群人一見到Roman Reigns 就會走去攻擊他 跟著給一個理由就是 He cannot wrestle 他不懂得打速角 跟著在那裡心想 喂大哥 你見到Bronn Strowman 難道你覺得Bronn Strowman 懂得打速角 難道他只是做一下keep up 你就覺得很帥 你覺得做多keep up 懂得打速角 我心裡了 我心裡了 喂大哥 你如果是Bronn Strowman 我不覺得你是有資格去攻擊Roman Reigns Roman Reigns的某程度上我覺得是比Bronn Strowman好 可能這個角色在某程度上是強硬塞給你們 你們覺得難受 你試一下大約9個月之後 我不知道會不會這樣 我可能會有錯 你試一下大約3個月6個月之後 你把Bronn Strowman 捧到上去 即是取代Roman Reigns 的地位 你試一下當Bronn Strowman 去到Roman Reigns 的過程 你會不會Bronn Strowman 我現在只是等一看 你去到大約Summer Slam 或者Surviver Series 那段時候 如果你Bronn Strowman 真的不恐難 你的粉絲到那段期間 會對Bronn Strowman有什麼反應 這是我現在最想看到的 你現在的粉絲是 他們自己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他先去Bronn Strowman Reigns 他又先去Bronn Strowman 他又先去Bronn Strowman 他又去Bronn Strowman 他又去Bronn Strowman 但其實Bronn Strowman 也是Bronn Strowman 也是Bronn Strowman 他又有喜愛 或者其他那些 不知道什麼 他覺得 哇 其實我選擇Goburn 這些 覺得很帥 他有喜愛 但你不要忘記你們的口味 我也是說回那句 你剛才也說過 你喜歡Bronn Strowman 你喜歡Bronn Strowman 味道不會好得到哪裏 老實說 你憑什麼去 去插一個 公司力孔的一個人 因為其實你自己的智商 或者你那個 去要求要喜歡些什麼的時候 即是你在這裡 去唐灌飯餐店說 你要吃一個 那些食物材料都是經過精心處理的 特別的菜式 但問題是 你九口不獎不獎 其實你吃起來 給你一些好東西 你都覺得不好吃 你都是要吃回漢堡包 那為什麼人家要給你一些好東西 你吃呢 只要給你漢堡包 你就可以了 無令兩可 我覺得有時候 那些 那些 北美洲粉絲 那些 那些 很無令兩可 你說不喜歡 Roman Reiss 你覺得 他不可以抗爭 你撥啊 John Cena 你覺得他不可以抗爭 他是什麼 五層 五層 OK 然後你轉腳頭 走去 去插一個 Go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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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告訴你 如果你要我放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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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 OK 那樣東西 OK John Cena Roman Reins Golbert 三人你要我排 OK 我會排 是 現在的情況 我其實 反而排 Roman Reins 排第一 Roman Reins 排第一 John Cena 排第二 Golbert一定最美 為什麼我會 我會把John Cena 排在中間 因為其實 如果你說比賽上 你只可以說Roman Reins 他戴得差 OK 嗯 John Cena 某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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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些比賽 如果是 他 有些動作 其實很噁心 尤其是他出拳 那一刻 其實我覺得很噁心 嗯 你覺不覺 嗯 很假的 很奇怪 很awkward 因為他本身 自己是bodybuilder 你的bodybuilder 呃 因為你的肌肉 練到太結實 和太大 你變成你的flexibility 相對來說 會很低 所以 其實某程度上 John Cena 那個人 他本身動作 其實很討論 但是他現在 活動能力是輸給Roman Reins 運動員 出身 對 對 你說得對 但John Cena的運動能力 其實 活動 不要說運動 活動能力 其實是比Roman Reins差的 所以你看Roman Reins和John Cena 兩個人 打的時候 那些動作 其實John Cena的動作 其實很awkward 但是 某程度來 現在John Cena 他懂得怎樣去帶一場比賽之餘 他要強行再做多些事情 他會做多些事情 而令到整場比賽你覺得好看 但是 譬如你看他做的招 糟了我忘了那個招 叫什麼名字 就是他 唉 我不解釋那個招 是怎樣 因為我解釋能力很差 而那一招 你記不記得誰是Amazing Red 是不是Canada Destroyer 那招像Canada Destroyer 那招像Canada Destroyer 但不是Canada Destroyer 總之就是翻個空翻 好像拋砲 對 翻個空翻好像拋砲 那招 我第一次看到的是Amazing Red 我個人第一次看到 是不是Amazing Red 這個我就不知道 OK 你試試把Amazing Red 做那個動作 然後你 現在你看看 John Senna 做同一個動作 其實很倫敦 John Senna 真的可以證明給我看 他比賽原來很好看 其實 只不過我抽稱他 就是他動作上 真的很倫敦 而 Roman Rings 那方面 其實你不會覺得 他的動作很倫敦 他只不過是 未有那種Mindset 究竟怎樣來帶 其實如果你說Ressel 那一方面 其實我某程度上 我覺得他更好 比John Senna 好一點 某程度上 沒有比賽要靠兩個人 我經常這樣理論 但是OK 你Goldberg 你有什麼 你除了Spring 和Jack Hammers 你沒有 沒有 沒有 其實在這個生涯裡 沒有一場比賽 可以超過三星 幾乎 沒有 沒有一場比賽超過三星 沒有 至於他的 Top Star 算數是Hohogan 那些 又是個樣子 什麼都不懂 只是靠個角色 Hohogan不是他的朋友 是啊 所以基於 你現在粉絲 你經常說 Roman Reigns Cannot wrestle John Senna cannot wrestle 那你Goldberg 你怎樣 你 你不是說看 譬如John Senna 那些角色 如果你Bull Roman Reigns 那些角色 是因為Roman Reigns 那些角色 可以 這個我買 你只看角色 可以 這個我可以買 但是 那些 IWC 我稱之為 如果你還是基於 You cannot wrestle 的原因 你代表John Senna 和Roman Reigns 我心想 你這群混蛋 算吧 你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跟著同時間 你這群IWC 一見到Goldberg 就好像 歪了旗 真的 真的不行 所以我 為何我現在去到這個地步 我是越來越討厭 尤其是北美洲那群 以我所知 香港和台灣 暫時未有這些粉絲存在 日本也沒有 特別北美 北美是麻煩 我再推進去 其實英國也說 英國真的 挺差 Indie Wrestling 其實我現在越來越覺得 為何 北美會變成這樣 就是 他連地區性團體都沒有 他所謂的Indie RH 走浮的時間也不多 你真正那些 可能某些省份 他沒有自己的優惠 他永遠都要等WWE來 他才有摔角 現場摔角 所以每次WWE來 他就覺得王因浩蕩 變成他人的口味 變成WWE 簡單 舉個例子 香港觀眾實名 你看得多TVB 你都變成一個師奶 你都變成一個白癡 你看得多WWE 就自然變成那些白癡 但問題 正如我想說 譬如英國 日本 墨西高 甚至乎其他有自己 多間團體存在的 譬如日本不用說 幾十間 英國也有很多Indie 小時候也有幾間 他可以選擇性去看 可以轉台 簡單來說 他不看這個 他轉到另一個台 也好 現在是北美 我想說美國 或者加拿大 是連轉台的機會都沒有 真的很慘 其實他們是 他們是 一種叫做 慢慢看得多些肥造劇 看得多些低能的東西 將自己摔角的思維 或者摔角的要求 越來越降得低 變相 逢是有些什麼 舊人回來 他就寬天氣地 因為他不喜歡新的 但他又不是不喜歡 他只是不喜歡你捧 你永遠是那些 Under Dog 或者那些 Upcommer 他就支持 一上了位就不支持 例如你舉個例子 例如現在 CM Park 他上位的時候 你很支持 他一拿到Bell 人家就會回落 Daniel Bryan 很多很多個都是 尤其是 我先集中 Daniel Bryan 我還未至於 因為 其實Daniel Bryan 他真真正正 上位的時間很短 所以這一點 就未考證到 關於Daniel Bryan 這一點 你要記得 他贏了那個燈仙 是不是30 Mestle Mania 30 30之後 跟著打Kane 跟著傷了 跟著就糟糕了 整件事 對啊 那就沒有啦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只聽那幫人 在那裡黏 什麼都知道 那幫人 低能 什麼都黏 什麼都 什麼都 你都傻的 真的不是假的 什麼都 你真的 你隨便 你隨便 Brown Showman 和Big Show 上到擂台 你隨便看我 你隨便看我 但是兩個 一件事都沒有做過 而跟著 你之前 Big Show 之前那幾年 那些人經常叫 Please Retire 是啊 跟著 到 剛剛這個星期 他對著 Brown Showman 那時候 OK 你想怎樣 我覺得是 有時候 我越來越覺得 這樣的喜好 我覺得是 越來越白癡 This is awesome You deserve it 這個上個禮拜都說過 跟著 是 啊 如果大家 不記得 This is awesome 創出來 那個人 其實他是很 regret 他 當初搞了這個 This is awesome chang出來 Marie Saint 因為原本 他叫 This is awesome 這件事是走去串 某場 TNA 好像沒有記錯 那場是monster 球 來的 是串那場比賽 有多難看 跟著後來 那些粉絲 是拿了這個 本來諷之某場 難看到極點的比賽 他就拿了去做一些 Praising的口號 OK 那你某些情況下 去叫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問題是 你在一些不適當的情況下 或者一些完全無理 罵售的情況下 來叫 令到我越來越覺得 這些頻道 越來越白癡 所以我近期去一些 比如Smash的表演 你問問Nitro 都知道 你問他其實很少叫 這個地步 很少說 This is awesome You still guard 你對著Mickey James I did you still guard 我心裡 你那些人真是白癡 你對著Mickey James 這七年以來 離開WWE 這七年以來 還有繼續打縮角 你對著他 I did you still guard 我心裡 不是 我覺得有時候 我在說話都是 你會看到後面 有些人都無緣無故叫一些東西 為什麼 因為其實 有時候是叫做 有樣學樣 包括你美國 他平時在Wall看 那個散份的人在叫 到他循迴到來 難道我不叫 明白我的意思嗎 有樣學樣 他覺得這個是一個風氣 就算有你沒有你 他就特意在那裡找 每一場 就找機會去叫 他不叫 就當自己不跑那場比賽 或者同時在那場表演 有些東西是叫做人魂逆魂 即是他覺得 嘩 Gicago叫得這麼厲害 好 來到我們多倫多 好什麼都 我到我們Roll 我們就要找一位 叫我 我們的DIS IS AWESOME 他們根本沒有想過 是否值得DIS IS AWESOME 對 你爆開一爆椅子 那些都算了 但我都會玩我 但你求行其其 你有沒有 出個打 出個Supress 你又DIS IS AWESOME 如果我看日蜀 我就會叫到喉嚨 嘩 你日蜀的情況 你真的不要亂叫 日蜀的環境 那些人是不會叫的 不是不是 是會叫 是會叫人名之類 但是 適當時候叫 適當時候叫 好了 講一些新聞 今天我暫時做到這個環境 我都不知道有沒有第四節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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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嘗嘗 這個禮拜其實 要講一些事情 其實 算太多了 因為新聞上 不是說真的極度多之類 譬如新日本那邊 OK 陽奇紀念日那邊 OK 讓你們講中了 真是 真是這個 這個 這個 Tiger Max W 去打 Okada OK 但是 還有另外一場 現在 很多人 是 等分之中 是整個tour最期待的 OK 就是Z Saber Jr 打這個 柴田勝賴 其實他們之前已經打過兩次 在Revolution 我記得打過一次 所以 應該第一次 柴田去挑 Z Saber 就輸了 之後再挑多一次 就是柴田贏那條Bel 然後 這次是第三次 OK 變相了 OK 這次放在一個 新日本的平台 我暫時還沒有開他們的 Official website 我不知道這場 會不會是 其中一晚的主場 但是 在很多 粉絲的心目中 這一場是對他們來說的主場 很多人很想看這一場 美國粉絲 英國粉絲 其實英美都是 那你 始終 美國 我們剛才 花很多時間 拆美國那邊 很多大部分粉絲 但是都有一部分粉絲 仍然都是 有腦 好的 OK 你 吃屎 你怎麼都會 吃著豆 都會 有一群粉絲 是 有第二種口味 比較上 不會那麼 alien 不會 會想 會看 少少東西 這場 我自己本身 很期待 而 Z Saber 我們剛才也說過 就是 今年以來 他都會 一直住在 新日本那邊 這是他的主要項目 除了他之外 還有一個人 就叫做 Cody Rose Cody Rose Cody Rose 跟Z Saber 一樣 今年以來 大部分時間 都會 在新日本 OK 但是他們所謂的 大部分時間 都是 未至於L選的 Cody 就不會簽約 我先說清楚 是不會簽約的 OK Z Saber 我就不知道 Z Saber 我完全不清楚 究竟是怎樣 現在雙檢查 柴田那場 你竟然放在中間 這場 你應該在其中一個圈 放在主要項目 好些 他竟然放在中間 你這樣看 因為 現在這個是陽奇紀念日 那個主要項目 是Okata對 苦面 對 其實應該沒有 而且他也有其他 的 你填巧 對高橋講夢 就打 Komei Tag Team 又有比賽 他唯獨可以調的 就是跟 有一場的 四打四 其他四個 包括 柳田捷 也打 L-Gun 還有 那幾個 但是我自己這樣看 你剛才有說 可能Z Saber 之後 會繼續在西日本打 那些粉絲 很期待 你聽到我問 你是什麼粉絲 那麼 是英美 但問題是 我自己覺得 日本粉絲又怎樣 當然 你一定會抽策 就是 他打過Noah 我也想說 這個項目 Noah真的很笨 我也是說一句 每次Z Saber 回日本打 我都會 吊架Noah一次 因為我當時 真正在Noah看過 我是現場 看Z Saber 我跟他聊天 他就是Noah 簡直把他用得 像現在 你新日本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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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人 都用學 那些 永遠都是 頭過場 S Saber S Saber 打過10分鐘 就沒有 那些 我不知道 當初 你是Noah覺得 這個人不行 你不推動他 還是他覺得 日本觀眾 不喜歡看他的風格 諸如此類 如果是前者 那算是Noah不對 你現在新日本重新包裝 重新推動他 打好比賽 那就對 但如果 當時Noah讀句 你覺得 其實他是不對 對日本觀眾的 那現在他扔到新日本 又會不會 那我就要看看 還有 以邪到外道 那些做法 他一向都比較保守 這個人第一次來打 他不會讓他打 他肯定 他肯定 他肯定不是 我現在告訴你 他是放在 Junior Heavyweight那邊 是啊 Junior 這樣就沒有 那我也覺得 你放在Junior 但問題是 因為他本身 他本身都是Junior Heavyweight 因為他不是 Heavyweight 因為他不是 Heavyweight 很難說 其實你這些事情 你其實很尷尬 你欠那條Bank 叫做UK Heavyweight 那你那些 Heavyweight 那些 Heavyweight 那裏又回到新日本 又變成Junior 那如果你這樣稱 其實你Adam Cole 也是打 Junior 在新日本 Adam Cole 我不知道究竟他現在的狀況 是怎樣 因為現在個個都在說 你四月之後 究竟Adam Cole 會去哪一個 現在都成為 有 眾說紛紛 有些人會覺得他留下 有些人會覺得他很大機會走 這個 暫時沒有人知道什麼 要去到四月 我們才會知道 但是萬一Adam Cole留下的話 我都猜不到他究竟會上重兩級 還是會輕兩級 但是如果你這兩級 其實很醜 我不知道 你RH那個品牌 No.1 在新日本打起兩級 嗯 是不是覺得很沒有說服力 這件事 我不知道 有時候我都不明白 我現在越來越明白 為什麼RH的人想走 其實真的很沒有自尊 是啊 這個沒有辦法 這一個現在 你RH 我當你現在走了 你現在是不是 傳說他簽新日本 那我覺得 你不要打Junia 你如果 你簽新日本 你只是打Junia 你真的沒有變過 如果他新日本 跟你說 比你好像Kelly Omega 那樣 由輕兩級 轉錯兩級 我可以做另一個L 類似的角色 總之 有空出來撕一下 人氣救的時候 打什麼Effect 都可以 但是你說如果 你簽來又是打Junia 我覺得 除非你新日本 你真的想把Junia 發展到 可以夠膽用Junia 去什麼Effect 但是我現在聞到 味道還不是 因為你對比一下 那時候 有獸神 有Fultimate Dragon 有Pixos 的 SMR 那些時間 什麼 還有大哥 那些時間 和現在比 都是不夠的 哪怕你計算 那些外來人 加起來 其實 都沒有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才可以 用輕兩級去做 但是現在 你特別是有 某一些 大Show 像你IC 和Heavyweight 各自做什麼Effect 你找一個Show 是專門給Junia 在什麼Effect 這樣就可以搞 否則 你簽那麼多人 回來 你扔到Junia 就很浪費 我看到的時間 我們竟然可以做到第四轉 哈哈哈哈 我現在先 完畢子 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斟著 所謂的Heavyweight 這些問題 我們稍後回來再說